现在又出现资安疑虑了吗 这是NCC针对国内销售手机进行检测 结果发现小米10T 5G手机里头有7款的APP 都会透过伺服器下载有关台湾独立 六四事件跟蔡英文 这些政治词汇来比对档案 恐怕有使用者的隐私资讯回传的疑虑 但是对此其实小米就严肃的澄清 说这是用来阻隔广告的 绝对没有资安问题 手机打开来查资料看影片 早就是你我日常 但要小心NCC现在点名 小米10T 5G手机恐怕有资安外泄疑虑 实际拿到这款手机 其实是在2019年底发表的中阶机款 而根据NCC说法 如果我们搜寻台湾独立 或者是六四事件的敏感话题 都很有可能会导致阻绝联网 或者是将资安回传的疑虑 NCC还举例自由西藏 美国在台协会 香港独立甚至输入巴哈姆特 PTT八卦版这类网友常用的词 也可进行过滤 总计有高达2000多个词汇 而且英文繁体简体都能查 还是会啊 对啊就是如果 如果里面中央讯息被人家告辞了 可疑的啊 那当然是不会用啊 那里面有偏移多少啊 对此小米严肃回应 强调从来没有限制回传用户行为 而且NCC指出的档案 是用来管理广告内容 避免有色情暴力仇恨等言论 其实不止小米 结果禁止有苹果iPhone12 合乎台湾资安规范 各大平台多多少都有 那它可能用途也是用来说 去做消费者喜好的媒合 或者是说做广告投放 那这个关键的真结点 就是在于说你消费者信不信赖 资安问题防不胜防 专家也提醒下载破解版APP 或是上来路不明的网站 其实才是最有可能导致资安外泄的途径 东森财经新闻许经由红沛宇台北报导